叶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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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我们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候 要庆祝的 总是有很多方法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这一个大街 我零九年在这边工作过 做过一次花开花落 我感到它应该用别的方法 而不是放烟花 搞一个音乐大音乐会 而是让民众能够参与进来 在这条大街上 这样整天交通传流不虚 一条大街其实很硬 很冷冰冰的 虽然挂了很多国旗 但人靠不近的地方 如何让人靠进来 成为这个活动的庆祝 是大家参与的一部分 然后也其实虽然没有放烟花 在我看来这些灯笼 也象征着我少年的烟花 就要跟奥运这种大型活动不一样 演唱会啊各种各样 都是属于一般庆祝的活动 但不要用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方法 而是让更多民众参与